公車靠站 司機看了一眼後照鏡 有身上乘客要搭車 但第一時間司機卻這樣說 問題一個接一個 就是沒有伸出援手 關上車門聲稱已經客滿 叫男子等下一班 但這樣的程序並不符合SOP 事發就在四號晚間 基隆鼠立醫院站 坐著輪椅的男子想搭車到深美國小 卻被有十四年資歷的資深駕駛拒載 讓這名男子難以接受 投訴到基隆市政府 我們市府將在這一週之內 來進行相關的懲處 並且加強公車駕駛的一個宣導 市府寄出罰則 但公車常聚在輪椅客 大多是因為司機得先下車拉出底板 再回到車內幫忙固定輪椅 並且收回底板 來來回回得花上許多時間 基隆的大眾運輸使用率達到百分之三十四點四 全台第二僅次於台北市 去年公車載運量有一千四百三十一萬人次 而持有關懷卡的深仗乘客 大約有一百二十萬人次 比例相當高 現在只希望駕駛們能多些同理心 讓深仗乘客也能享有大眾運輸的便利 華視新聞 鄭優謙 盧沛君 戴子祥 基隆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